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一名93岁的老人在养老院之内染疫 被送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周朴医院治疗 4月22号的时候医院通知了老人的家属 说老人病故当天送到了殡仪馆进行火化 家属没有被获准告别遗体 养老院为老人注销户口之后 本星期家属得知老人已经康复出院 此事震惊了微信朋友圈 上海封城之后的奇葩事情不断的发生 继上海市的浦陀区一养老院发生了活人 被送到了殡仪馆火化的事件之后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的周朴医院 传出了将一名93岁的老人的身份 张冠礼代送到殡仪馆火化 有了解事件的网民留言表示 真奇葩他同事的奶奶前几天说 是从养老院送去了方舱 然后死了结果在5月10号的时候又回到了养老院 结果不知道死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还表示反正当成了他奶奶给火化了 棺材上面也写了他奶奶的名字 事件的当事人诸葛先生发帖表示 他的奶奶还健在好健康 现在出院回到了护理医院 该名网民叫做诸葛先生的人士 上传了他奶奶的照片 表示说照片刚才是护理医院拍摄的 周朴医院搞错了身份 严重失职 而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 在星期五也就是5月13号的时候 致电周朴医院 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江苏宜兴的时事评论人士 张建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对上海发生此类事件感到不可思议 他表示这件死而复活的事件 让人感到恐惧的是 另外一位死去的老人究竟是谁 他的子女又在哪里 这种大规模的封控方舱 这种人道灾难 有人说上海的防疫措施 有点像文革时期 他表示他觉得更像是中世纪的防疫 把人当成了牲口 另外有当事人的亲属发文写道 历史将永远记住2022年的上海 封控至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了他的身边 他的妹夫的母亲93岁的高龄 久住浦东东海养老院 上个月不幸感染了新冠之后 被送去了周浦医院进行治疗 在4月22号的时候 病情恶化 医院通知他的妹夫 说老人病悟 而他的妹夫当时被封控在了亲浦的家里面 无法送母亲最后一程 然后确认死者的信息 当天送殿仪馆火化 当时家属向殿仪馆提出能否拍摄遗容 但是被拒绝 仅拍摄了灵鹫 吊咽牌以及兽医的照片 他也表示他妹夫委托养老院的人处理母亲后事 并且注销了户口 5月10号的晚上 养老院突然通知他妹夫 说他的母亲还没有死 已经基本康复 被周浦医院送回了养老院 并且拍摄了老人的视频 老人死而复生 吓得他妹夫一夜未眠 网闻质疑 4月22号被火化的究竟是谁呢 此前5月1号的时候 上海市普陀区的一养老院 安排运送死亡的长者的时候 竟然将一名还有气息的老人塞进了尸袋 送往殡仪馆打算火化 被殡仪馆的人员发现救回了老人一命 评论人士张建平对此感慨表示 上海防疫出现了这么多乱象 你还不能发表意见 如果你发表意见 官方就说你怀疑和动摇他们的清零政策 此事官方尚未做出回应 报道说上海一居民和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通电话的时候 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已经赶到 他在电话当中匆忙的表示 现在派出所又来找他 另外有上海居民陈先生表示 在上海封控期间 家里一旦有人病故或者是患病 只能够由官方来处理 现在家里有事很麻烦 他说家里有人死 不能到殡仪馆参加追悼会 他们天天都要做核酸 喇叭一直在叫你下楼做核酸 现在做核酸的人越来越少 报道说 另外协助上海新冠疫情遇难者维权的新冠索赔法律顾问团 呼吁上海市政府尽快的停止非法非人道的城市封锁管控方式 以免造成更大的人道灾难 另外该文也提到 愿意为遇难者家属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以及索赔维权指导 中国民间公益机构北京艺人评中心创办人陆军 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近年以来 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有些是因为政府政策所导致的 也有的是官员玩忽职守所导致的 他表示 这些造成了极其严重后果和非常恶劣影响的行为 侵犯了民众正当权益 但是在中国 公民维权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维权的成本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 维权者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 陆军表示 在中国历次重大公共事件当中 人权律师从未缺席 从2008年危机到问题疫苗的危机等等 这一次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多位律师组建了新冠索赔法律顾问团 为多名武汉肺炎受害者成功索赔 报道表示 新冠索赔法律顾问团在文中也促请 新冠病毒遇难者的家属 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发送至指定的电子邮箱 他们将在审查之后提出证据补充意见 为下一步的国家赔偿申请做准备 好 再来看一下外国网红撤离上海遭嘲讽 中国人出境越来越难 中国当局否认有检护照和绿卡的现象 但是同时强调从严限制公民 非必要出境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设法离开坚持清零的中国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生活在上海的知名德国博主阿福 星期四也就是5月12号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返回德国的消息下面 出现了不少的冷嘲热讽 有人留言表示阿福你也润了 新近流行的网络用语润 因为其拼音与英文单词润一致 且发音也相近 意思就是跑或者溜的意思 另外也有走了以后比现在更滋润的意思 这名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250万粉丝的博主 在听闻当中感慨表示 离开德国的第854天 他终于见到了家人了 他解释此行的目的是原本计划给父亲过70岁生日 并且惋惜妻子此次未能同行 短短几行字在评论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网友表示德国护照就是好 润得快 挣钱了 脚底抹油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评论区里的杠精好多 人家回趟家怎么了 还有网友表示 恭喜你终于回家了 太难了 网友说中国籍可没有那么好出去 阿福分享一下从上海家里去机场的这段路程 怎么去的 要花多少钱 不过到目前为止 阿福也没有回应德国之声的采访请求 因此尚无从知道他这一次返乡 是否也跟上海严格的风控政策有关联 在中国的清零政策之下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选择离开中国 同为在中国的网红英国Barratt父子 于4月底的时候发布了视频表示 将要离开中国一段时间 主要原因就是隔离措施和核酸检测 为其旅游频道带来了种种不变 一项对上海近一千名外国侨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大约48%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计划在今后12个月之内离开中国 这份由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 这是上海于4月中旬进行的调查还发现 37%的人表示 他们将会坚持到疫情结束 看看上海的情况是否会有所好转 再决定去留 上述两类人加起来 占到了全部受访者的85% 另外报道指出 瑞士的新苏黎世报在星期四的时候报道表示 几年前生活在上海的德国人一度曾经多达一万一千人 现在估计还有七千人 来自外交圈的消息表示 上海的德国人群体将很快减少至五千人 这无疑是一个人才流逝的迹象 该报道另外还写道 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无休止的封锁状态也渐渐的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们也很难找到愿意前往中国的 管理人员 与此同时一篇题为北京顶流国际学校的外籍校长不辞而别 外教离职潮冰山一角撕开的文章 受到了网易以及新浪等些平台的转载之后被删除 这篇由国际教育的资源聚合平台顶斯发表的文章 援引了前北京知名国际学校的校长严俊的话表示 疫情期间外教高频率离开充分的反映了中外之间价值观和文化的冲突 外教爱自由不受管控 使其在中国特殊的管控政策下难以自处 另外一位在深圳某国际学校教书的加拿大籍的教师查理也告诉顶斯表示 他在深圳已经工作了15年身边有接近300位外教朋友 他表示他们当中70%的人预备在两年之内离开中国 另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 在中国严厉的封控措施之下 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人想要离开中国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前往有国际航班的大城市 一名在吉林长春任教六年的美国教师哈德森 经过漫长等待终于在本周三离开了中国 他向路透社表示 他于3月8号的时候辞去了长春那所高中的任教工作 希望能够迅速的返回美国 另外报道还表示 在过去的65天当中 他至少订过5张返回美国的机票 但是都遭到了取消 哈德森回忆表示 当地政府说城市是开放的 但是大多数的客运航班仍然不能离开 虽然经历了艰难 美国人哈德森最终还是得以离开中国 然而中国公民的出国之路似乎难上加难 针对近日网上流传的中国公民入境时被无故捡护照 出境的时候被收走护照或者被捡绿卡的消息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新闻发言人 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上述假消息歪曲抹黑中国出入境的管理政策 意图干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条件下的 依法精准有效的出入境管理措施 辟谣的同时 中国的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 也在星期四也就是5月12号的时候 发布消息表示 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 从严限制中国共民非必要出境活动 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就网民关系的何为必要出境的问题 该移民管理局解释表示 对出国出境复工复产复学和经贸科研究学等必要活动 以及就医照顾危重病人等具有紧急人道主义事由的人员 及时受理审批护照证件办理出国出境手续 对出国出境参与防疫抗疫 运送救灾物资和新鲜农产品的人员和交通工具 提供加急办理以及通关便利 好再来看一下G7力挺乌克兰直到胜利 欧盟军援再加码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星期五 也就是5月13号的时候表示 G7集团将团结力挺乌克兰直到胜利 而欧盟则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援 以抗击俄罗斯的武装入侵 其他工业国集团目前正在德国的北方的度假圣地 旺格尔斯小镇举行为期三天的外长会议 出席会议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 G7集团将以非常团结一致的坚定信念 继续长期支持乌克兰为其主权而战 直到乌克兰取得胜利 而英国外长利兹特拉兹 在星期五抵达会场出席第二天的会议时表示 目前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 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 增加制裁来持续加大对普京的压力 另外他也表示在这场危机当中 G7国集团的团结至关重要 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会前的推特当中表示 自冷战结束以来 我们七大工业国集团伙伴从未遭遇过如此严重的挑战 但是我们也从未如此团结一致 另外欧盟外交和高级政策安全代表伯雷利表示 欧盟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从而使得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的总额增加到了20亿欧元 伯雷利表示 药方很清楚就是加大剂量而已 他说以经济制裁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 继续在国际上孤立俄罗斯 反击有关战争后果方面的虚假信息 以统一战线的方式继续支持乌克兰 报道指出 德国是G7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乌克兰战争是为期三天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 出席会议的外长来自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美国和欧盟 另外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以及摩尔多瓦的外长波佩斯库 也应邀作为嘉宾与会 在外长会议举行的同时 G7集团以及乌克兰的农业部长 也在德国西南部的城市斯图加特举行会议 讨论如何避免俄军入侵乌克兰极有可能引发的国际粮食危机 德国联邦农业部的部长杰姆厄兹德米尔指责 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一场特别令人恶心的战争 即从乌克兰东部偷窃抢抢粮食占为己有 数家西方媒体本星期报道表示 至少一艘装载了偷窃来自乌克兰的粮食的俄罗斯船只 抵达了叙利亚的港口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 一度企图以突袭与攻占首都基辅的方式来速战速决 但在乌克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节节败退 蒙受重大损失 目前俄军已经撤离基辅周边以及北方大部分的地区 将兵力集中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企图与乌克兰的守军主力决一四战 但是即使在乌克兰东部战场 俄军进展依然非常有限 乌克兰军队还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周边地区展开反击 收复了多个原来被俄军占领的村镇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包括大炮防空导弹反坦克导弹等等 但是乌克兰政府仍然呼吁西方和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另外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说 法国人的入侵 这次制裁的对象包括了普京的前妻 还有现任的女友 这些人被认为是向普京提供奢华生活的秘密网络 根据《政科》杂志的消息表示 5月13号的时候受到英国制裁的12个人 包括了普京的前妻 柳德米拉 何据称与普京有密切私人关系的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卡巴耶瓦 以及卡巴耶瓦的祖母普京的长期伙伴 另外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前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卡巴耶瓦 据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任伴侣 根据媒体的报道表示 他们有多年的关系 但是普京在2008年的时候否认了这一点 卡巴耶瓦是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总裁 据一位英国官员的话表示 之前被制裁的俄罗斯银行拥有该集团三分之一的股份 显然是普京的资金渠道 另外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还说 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的两个堂兄弟 伊格尔普京还有罗曼普京 这一次也受到了制裁 英国政府表示 普京的密友商人亚历山大普列霍夫 也在这一次的制裁当中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